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这集有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就会继续跟大家说一下 急证室应不应该加价 会不会加价这件事 特别就是 特首李家超在今天行会开会之前 见记者时有提过这件事 井仔也想到一个很好的急证室加价方案 我觉得政府是可以参考我的方案 既是能够帮香港政府省钱 增加收入 还有有效地处理到急证室爆煲这个问题 而且我那个方法不是一刀切加价 静家作为有少少医疗行业经验的人 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资产增值税 因为这几天很多黄的KOL 经常说资产增值税来了 财爷有机会搞 首先我不说 究竟资产增值税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 一旦真是落实的话 而且不是说收极小税率 收回一个正常税率的话 我会这样说 香港楼市 香港的股市 马上玩完 对于我这些 无资产阶级来说 完全是值得狂兴的时刻 但是这些那么疯狂的东西 我说完后果出来 大家都觉得 我都想到的 财爷怎会想不到呢 会不会轻易把香港推向一个极端呢 所以大家都明白 现在很多黄人说 他们贩卖招累 他们做标题党 用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 去吸引人看自己的影片 还有就是说 那些离开了香港的香港人 他们很希望香港死 即是自己在伦敦踏着石仔 又或者 日日夜夜在海外赶着香港的人 最希望香港坏 所以为什么这个话题 这几天在YouTube特别热 因为 热中了黄人他们那种心理期待 但是我就不贩卖心理焦虑了 因为我知道 作到香港玩完 一定多人看 但是这些黑心钱 不赚了 所以 理性去和大家说一说这件事 为什么井仔觉得 最起码今年 没可能会在香港落实 好了 第三个话题 就真的和赚钱有关了 因为 第三个话题 想和大家说多一点段崇智的事 想告诉大家 其实段崇智今天的辞职 不是一朝一复做到的 是说后面一直有些无名的英雄 就着这件事付出的 而且说句真心话 因为段崇智辞职这一宗新闻 热度大嘛 如果我影片只剩下两个话题的话 收市率肯定不好的 所以 硬要加少少段崇智下去 拉高收市率七除八扣 还有 我吃段崇智的饭头 我不内疚的 就算你骂我也好 我不会觉得羞耻的 因为那个是段崇智 因为我觉得他是坏人 当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 留言 订阅 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壁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隔壁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跟大家谈资产增值税这个话题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昨天在港台的众延台节目就说 就着今届政府第二份的财政预算案的咨询 多名市民都关注到 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减少 建议去加一些新的税种 包括资本增值税等等 陈茂波回应就说 在社会充分讨论之前 就不会随意是加入新的税种 不过他都说了 资本增值税就在研究范围里面之内 但是都要视乎 这种税对于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会不会有影响 以免就是说 因为加了税 所以很多人走路 很多人把资本走路 而令到就是说 最后德不尝失 其实距离财政预算案 只是说两个月而已 如果你说 你要就着一项加税种的东西 去问大家 一定说不及的 所以见基于这种的想法 你说今年会有这个税 没可能的 但是 就算你说政府不加新的税项也好 但是会不会在原有的税项上加呢 我都觉得很有可能的 这个也要说一些真心说话 好了 接着就说什么叫资本增值税 我用一个不太精准的角度去说 假设你有层楼 不过你不是自住的 自住那些不算的 总之你有一层不是自住的楼 如果它的价值升了 你就要交税 如果在英国那些地方 很重费的 20-30%税 即是说 如果你账面赚100万 你要扣20-30万 给政府的 除了楼之外 股票也是一样 然后还有一些重金属交易 债券 那些 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 即是我们所谓的 投资产品 金融 炒炒买卖 那些 政府都会收税 我上网看到那些网民 他们把嘴很贱 他们就说 19年买了楼的不怕 反正你层楼都跌了100万 你不用担心政府收到你税 政府没机会收到你资本增值税 你看看 那些网民的嘴巴多哭 不过 战还战 其实也有那份优密感在这里 如果政府真的搞了这个税 你都要看看 究竟它收多少 例如说 它只收万份之一 可能一万元才收你一元 一百万才收你一元 那你就拿去 对不对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有没有追溯期呢 如果有追溯期的话 那我97那时买那栋楼 现在肯定你说升值十倍 不出奇 对不对 再不是的 我03年在淘大买了个单位 到时候你说要追回 我又要去交两三成的话 怎么交啊 对不对 不是那么多人可以那么随便 可以拿到二三百万现金出来的嘛 所以这些税行 不是就这样搞啊搞 你都要看很多东西 究竟你收多少 追溯期去到多少 还有 涵盖的楼 又包不包自住呢 不包自住的又会是怎么计算呢 所以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要去想的 这些东西 就是你要去加一个新的税机 不是一年能够咨询的事 起码要两三年咨询 跟着还要经过社会剧烈讨论 才能够成事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对于政府 即是它最能够控制到的 就是在一些已有的税机当中 去加个税率 去增加政府的收入 所以 即是那些什么新讽税 利得税 那些 大家就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是关心自己 自己的荷包的话 对于这些贩卖招类的东西 不用看了 你只是关心一些现有税机 一些影响到自己的东西 究竟将来会加多少就好了 还有 你说要去收这些资本增值税 永远都是说 在社会很多钱的时候 才可以收的 例如说 假如有一天 香港的资本市场突然之间 很猖狂 大家都如刺拌饭 你随便买些东西又赚几百万 我又赚几百万 如果政府为了要增加自己的收入 第二就是 去抑压一些狂热的泡沫的时候 就会用这些税推出 去抑压市面不尋常的状况 但是 绝对不会在没钱的时候 就向大家白上加根 因为 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你就想想 手头上多一层楼的人 每个人踩人搶着买 你猜不会死人吗? 还有 到其时 你的股票升了又收你税 你现在港股的流动性已经低了 你嫌他不够死再踩多两脚 所以这些 是不可能的 还有 你要去找人收钱 你当作 你在赌场那里 如果 我刚刚赢了一千元 可观的 抽你五元 你会觉得无所谓 但你试一下就说 我输了 可观还好意施身手来 问我拿贴士 你恨不得刮他的手 所以 情况是同类的 就算你说香港政府要钱也好 他不会在这些地方上拿钱的 特别大家要知道 香港不是一个靠种地 而能够这么蓬勃的城市 也不是靠什么新进的科技 什么先进的纳米科技 不是这些 实际上香港能够那么暂黄 是因为炒卖的 小的 你可以炒演唱会票 你可以炒波鞋 大的就是炒股炒楼 最后搞到个个飞黄腾达 你在香港这个 叫做立业的根本当中 如果你想着去收税的话 是你会收到很多钱 但是 你是等于将香港的 那条命脈 用斧头 一刀斩下去 你还没斩断 但是你会斩得很痛 所以 不要看网上那些 什么资本增值税 香港未来会怎样 没意思 谁人都知道 如果明天 有粒瘟石撞下来的话 那是世界末日的 对不对 但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基率很低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 不会搞的事情 就不需要 被人用来去赚自己钱 好了 接着就和大家 讲一讲急证室的问题 看看李家超怎么说 李家超在今天出席 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 当被问到 政府研究增加公共服务收费 例如水费 和急证室收费 做法是否恰当呢 李家超就表示 政府有恒常计划 检讨收费是否恰当的 他就说 急证室的收费 主要是考虑到 急证室有否适当地进行分流 接着又说了一次 最紧急的就是第一类 第五类就是最不紧急的 考虑到善用急证室资源 就应该要搞好制度 诸如此类那些东西 有些比较官方的东西 我就不和大家说了 不过有几点要强调就是 特首李家超就说 检讨是对的 亦都是好的 当局亦都会针对 如何防止人 是滥用急证室服务 把服务就用在最有需要的人上面 包括 改善时间和服务质素 我们说感觉 虽然我知道没有人会对我有感觉的 但是你也会感觉到 急证室收费有改变这件事 事在必行的 其实好像我这些 真是以前在医疗行业有工作经验的人 我想到一个 我是觉得很有效 我觉得政府是应该要借鉴的收费方式 因为 你看急证室要分流的嘛 现时香港的分流制度就是说 伤得越重 你就可以越早看医生 就不是说先到先得的 你将来的收费模式 你用分流等级来做决定就行 例如说 如果你是分流第一级的 你伤得最重的 说刚刚撞完车 你送过来 连同一只手的话 这些就直接不收你了 对不对 如果你说你是第二级的 你是次紧急的 可能收你五十元就算了 如果你是说 我第三级的 即是我也挺严重的 爆光的 这些就收你一块钱了 但是 去到第四、第五级 即是叫做非紧急 好不紧急的那些 收贵你就行了 收你三块钱 或者收你四块钱 把那个价钱追到去跟私家诊所一样 甚至乎是说 可能有些是超过私家诊所 平均的收费服务的时候 那就可以令到更多 明明是四级五级 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他们会主动去找急诊室去用 这种方式可以玩分时段的 因为如果你说 我凌晨不舒服的时候 凌晨私家医院很多都关闭的嘛 那这些你真是没办法的 都可以就是说 再按着时段 将收费去降低 但是如果你说 日干日白 不是呀 旁边私家医院都开了 那你还要在排急症的话 那这种做法 可以令到就是说 真的急的人就用急诊室 不急的人就自己出去看私家 至于你说 喂不是呀 我是送门户来的呀 将来就是那些补贴 如何去处理那些 政府再容后公布 但是用这种方法就可以令到 急诊服务真的用在重病的人身上 而不是说 我肚痛又要见一见医生 拿个病假纸 你就等于浪费了医生 是三四分钟的时间了 其实我过去的工作经历 我有做过分流这个位置 不过我就不是急诊室分流 我未有这个资格 我是做门诊的分流 其实分流很快的 分流我不用帮你医病的嘛 分流是说 我看看你的血压 看看你什么状况 是不是失去了意识 分流是说 如果做熟手的那些 你不计文书登记 真的20秒就已经可以 帮你分流完一个人 究竟是12345哪一级的了 到其时分流完的 就由个护士跟你说 你4级 你5级 收你多少钱 你想等就等 不等的 就自己去找其他私家医院去看 其实这样做的话 就已经可以倒绝到很多滥用的情况了 是不是 你真的把那些有需要的资源 把医生的精力 放回到123级那里 到其时 大家等的时候又低了 然后医生又可以专心去照顾病重的人 整个质量 都能够上得回来的 还有很现实的状况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级 二级危重的人 就算你说 老子有钱也好 但不好意思 你伤得这么重 私家医院很多时都不会收你 都是会帮你扣牌车 帮你踢回去公立医院 所以我觉得 我提出的这个方案 真是想得过的 只要解决了一些贫困户 他们的收费问题 解决得到的话 跟私家医院谈好了的话 这一条桥真是行 就算你说 没有啊 现在建不了医院 请不了更多姑娘也好 但是 你也可以透过制度 去解决 即是这个即将爆煲的问题 如果将来真的采用的话 我觉得 给几千元顾问费我也好 就是当封一封利是 是不是 好了 那不说那么多废话了 都想和各位观众说声 不好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今集讲话的脑子 好像砍了一样 搞到说话不太顺畅 现在整个社会都在说段崇智 很多段崇智以前在做的事 都被人挖出来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段崇智还要做多一年才正式离开中大 他还可以咬到六百万才走 其实其中一个 为什么那么多社会中人去关心段崇智 是因为 明明段崇智已经被很多人质疑 但是为什么当初 他都可以在这么多的质疑声音当中 仍然可以续约的呢 是不是 原本有些人我们会觉得 你被人质疑的 可能下年你就完任期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走 那就等你 只是咬多今年的粮 你就好走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段崇智是可以说 我们续约了 然后校长那些续约不是一年一年续的 不是普通老师 他们那些约 一续四五年 然后你想想一年都六百万 四年五年的时候 这儿又有多少钱呢 由于这件事出现了 因为原本段崇智 其实就不是太多人去关心他 因为你过了一九年之后 其实大家都看到 他的任期不是只剩很久的 等他结束之后 就找个好一点的人上去 但是就是猜不到 突然之间 说续约就续约的 就算有很多社会上 有头有面 有官职有身份的人 想去阻止也阻止不了 这件事发生 甚至就是说 究竟当初那些人 用什么基准是觉得 段崇智可以续约 全部都没有解释 结果就是说 被人发现了 为什么这么不透明呢 为什么完全没有人可以干预呢 于是就去深入研究一下 究竟中大的权力范畴里面 出现了什么事 接着又发现 原来你是山寨王来的 最后 这个社会有很多有志之士 慢慢做事 他们不是第一次 就把段崇智扯下来 而是一步一步 将他山寨王的王座 慢慢在这儿 那儿 在这儿 直至他去到今天的时候 就大功告成 首先是说段崇智 就是他们那个校董会 那些权力分布 架构 那些 立法会也开了几次会 然后章语仁也有提交法案 最后 成功能够去将 更加多的校外人士 放入校董会 起码做到一个权力的制衡 就是说 不再是说 由一群完全校内的人 说了事 然后校外的人 就算看得不妥也好 都没办法阻止的机制 然后 去到几个礼拜之前 又炒了中大国副校长 甚至乎炒的时候 比起段崇智更加直接 是贴钱叫那个人走 是说你立刻和我扯 你不用收拾了 我们会补钱给你的 明天你就已经不准回来那种 所以大家看到 段崇智的辞职 是说 其实如果他仍然不辞的话 可能将来都会有很多人 透过那些什么机制 规则 好像寒战那样 都有班人就说 要去罢免警务处处处长 就是好戏 不是说现实世界 到其时 如果段崇智 如果选择自己走的话 他都可以走得风光 他都可以走得体面 还有一样东西 由于我的工作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 看了三年报纸 对于段崇智这件事来说 强调多一次 其实是这一年 一直都有很多 立法会议员和社会名人 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事 但是 相关那些的话题热度是不高的 简单来说就是 就算我将这一年 在当时 将御人做了什么 我就拿出来说的话 基本上我就一定黑食的 因为 那时候去讲段崇智话题 没人看的 因为我自己以前都试过一两集 发现收市太过低 最后顶不住 决定不说 但是后面 真的一直有 不可以叫无名英雄的 个个都有名的 但是是一帮人 努力了起码年纪两年 最后是真的能够成功 将段崇智这个钉子户 他就自己离开这一间学校 还有 很多人都在猜 究竟下一个校长会是谁 我特别相信 就是说 未来的校长 我不管他是洋人也好 还是中国人也好 都必须要 就是说 要在国安那方面 要起码明白他 知道 你不一定就是说 我要帮中国 就挡子弹 但是你都一定要知道 国安 你都一定要知道 保护中国的安全 始终大家见过鬼都怕黑的嘛 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段崇智 大家都会担心 究竟下一个又会不会是段崇智的党羽 又或者会不会是继承他意志的人呢 所以呢 所以在未来的国安那一方面呢 都是需要会特别重视的 就是好像呢 那些香港政府很多的合约 现在都新加了国安条例一样啦 所以我相信呢 未来的新校长都一定呢 是要可能宣洗 又或者不知怎样啦 就是确保一定是不会破坏国家安全呢 才会给他掌的 那去到现在呢 有很多人仍然在吵政府就说啦 哎呀 现在呢 很多人呢 就干预学界啊 那样啦 不过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啦 其实呢 有很多人是滥用了那些什么 学术自由啊 干预学界这些名词 就是你听下去就好像整件事很严重那样啦 但是实际上 段崇智的去语画楼呢 对于一个真是潜心去研究学文 例如说啦 我是一个数学家 我要去解决黎曼猜想的 那其实段崇智走和不走 你都是坐在那里 你都是用纸用笔在那里进行研究而已 什么叫做真真正正影响学术自由呢 喂 假设有个教授写了一篇论文 而那篇论文呢 政府不给任何原因去禁止这篇论文去公布 甚至乎就是说啦 直接抢了你这篇论文 将你里面的内容成果 去给另外一个亲中人士的学者 就说这一份论文是某某某先生写的 那这就真是干预学术自由啦 但是现在呢 我们由头到尾是针对中文大学的行政结构出现了问题 所以政府为了防止继续有山中王的情况出现 其实一个机构里面有山中王不代表是错的 有时候可能一个山中王如果他是一个好人 他能够管理得好的话 那机构是能够慢慢继续壮大走下去的 但是啦 最糟糕现在中大的山中王是段崇智 我们知道我们透过他们的痕迹 我们觉得他们不是好人 我们担心呢 未来中大那几年的方向会因为段崇智的带领而走歪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将中大拨乱反正 实际上很多时候这些行政上的东西对于真正的学术的影响力 其实不会真的太大 还有就算有影响 通常都是好的影响 例如说 可能有个校长他用行政手段 去增加了一些缝款放到学术界那里 又或者 他利用自己的一些行政设施 吸引到更多不同的人才去到自己的学校进行学术研究 这些你就听到就是说对于学术是有一个好的进步 但是无论行政怎样去改都好 是影响不了学术自由的 因为你说行政啊我们的政策怎么改呢 你对于学界的影响就是说 究竟你有的资源是多还是少 究竟你有的人才是多还是少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香港来说 你作为一个穷人也好 你作为一个有钱人也好 呼吁或贫其实大家都是有自由的 是不是呀 不过当然你说人有钱呢 我多些钱我做研究就快点 多些有些好的设备 有些劲的人才过来 这个是事实来的 但是就算你说我没有研究经费都好 可能有些研究做不到 但是并不影响你的自由 你的自由是说 你可以去选一些 不需要那么消钱的话题去研究 一些论文去写 所以 学术自由这一样东西 绝对是没有受到任何干预的 不要乱去听外面的人在这里说 好了 今集节目 短短的来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集说话 好像特别 来个人 闭闭闭闭闭闭闭 不知道什么事了 希望各位观众 不要介意 我们今集节目 就来到这里 我们就 明天早上再见 好 是这样 拜拜 拜拜